找到了 主任 这子在讲桌底下找到的 孟老师我告诉你 就是乔南为了保住台军闹射 他答应我他们社团 每一个人低低高三十分 这一天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才能走上歪根鞋子 主任 这几个孩子学习是不理想 但不能因为成绩就 否定了他们的品性 另外凡事都要讲证据 仅凭一个看不见证理的监控 怎能就认定是他们干的呢 怎么就不能认定 从昨天晚上锁上办公室门开始 到今天早上打开 只有一个穿跆拳道服的学生从门口军 你告诉我 那个试卷不是他偷的 难道从国际中蒸发的 怎么不说话了 莫老师 清真自清 你现在可以陪他们去教室里 到书包那边一个个检查 对 他们谈认到社不是还有一个 自己换一份那个更衣柜 一起查 主任 我知道您瞧不上我们这些学习 成绩差的 但是你也不能这么冤枉我们 我们确实需要这三十分来保住社团 但我们也会信守承诺 通过努力学习来达成 而不是偷试卷 学习 你们要是努力学习还能留在五班 主任 何必说这个话呢 姜叔与人没有必要阻止孩子们学习的积极性 更不要轻易否定他们的人口 就是 主任 这事跟社团真没关系 您如果不相信我们的清白 我可以让您检查书包 可以开更衣柜检查 但如果没有 你就必须要和我们道歉 姜海 我还没过程上说你呢 你说你一个尖子生全年级千三 你跟他们混在一起干什么 好 既然你们也答应检查 走吧 谈言到事 走 谈言到事出事了 快去看看 走 走 姜海 去 把柜子打开 不能开柜子 为什么要开柜子检查 主任 整件事情有那么多疑点 您难道一点都不觉得吗 按照您之前的说法 我们偷卷子是为了作弊 那为什么会故意穿着台肩道对服去偷 偷完还不带回家把答案抄好 竟然傻到锁在柜子里等人查 这不是傻瓜逻辑吗 当然 在整件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 监控拍到了我们的队服 所以我们跆拳道社的每一个人 都有嫌疑 也包括你 姜海 我刚来还没有对付呢 但你不小心把可乐 撒到了锅制的道服上 你答应帮他洗 大家休息一下 喝点水吧 南哥平时跟人说话都这么温柔的 怎么感觉跟船子那么不太一样啊 这你就不懂了 我们南哥那是铁汉如鸡 你几个意思啊 对啊 我是帮过着洗了对付 应该还没来得及吧 最起码晚上还没来得及洗 我洗个衣服而已 跟偷卷的有什么关系 乔南 你 你不要加货便 赶紧打个柜子就知道了 柜子要开 监控 也要查 柜子我当然可以打开 但开柜子之前我建议先报警 偷卷的这种行为不仅触犯校规 应该也构成了盗窃罪 不能报警 为什么 因为 卷子找到了 主任 卷子在蒋桌底下找到的 那我 我想想 最近到底在搞什么呀 都不见个人影 拿点空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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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下来 嘘 不是 你鬼鬼祟祟在干嘛 我觉得江海这人很可疑 他不仅故意弄脏了过这道符 还要帮他拿回去洗 江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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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明天月考的英语诗卷 哼 我就说他为啥突然要加入台圈导社 原来说了这个 我不把这视频发到小网上 难消我心头之恨我告诉你 没必要把事情做这么绝霸 你这一视频一发 江海都全回来 那谁让他栽赃陷害的 小月我就以牙还牙怎么了 乔娘 你真不明白 江海这么做还不是因为你刺激的 滥用我的身体 撩完江海就跑 你觉得自己愿太炸了 行了 行了 别再往下说了 不过 我倒是同意给他个教训 怎么做 明天看他怎么说 咱们将计就计 江海同学 可真是有先前之名啊 明知是一场误会 所以才说不要报警了 监控里拍照那个人是谁呢 我能看看监控吗 这个 主任 这个人是我 那天练完探拳道 大家把厕所都站满了 我就只好去交务处那边 上个大行 你还没办法 乔南这种事情 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 忘了 江大班长 以后可得吸取教训啊 卷子掉在了奖桌底下 都没发现 闹出这么大个乌龙 得亏我找到了 要不然 跆拳道社得被夺大一个锅 刘主任 主任 主任 现在谈券道社 是不是可以解除嫌疑了 行了 事情 既然真相大白 都散了吧 散了散了 等一下 主任 你应该跟莫老师道个歉 我啊 不用不用 误会一场嘛 莫老师 之前呢 我对我班的孩子 确实心怀偏见 太不客观了 对不起 别往心里去 没有 误会一场吧 好 行 那算了吧 误会一场 误会一场 算了算了算了 走吧 我 我 我 误会一场 我 误会一场 我们 误会一场 误会一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